这个呢休息了两天呢 那么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多发一期啊 给大家加个餐对吧 玩一下这个中东一块地啊 因为前几天呢我发的这个地图 有个粉丝经常说呢 能不能再玩一下这个地图对吧 那么我们就给大家再玩一期这个地图啊 今天我们随机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好像是这个叙利亚对吧 这个是中东板块一块地啊 你们看卫星就看到是一个中东板块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小飞熊你看到没有 有个小飞熊在打我 这个小飞熊呢好像是以色列对吧 他这个地方是没人的 我们先把这个小飞熊打掉 然后旁边的紫色是我的邻居啊 那个紫色的好像是伊拉克啊 我们这个叙利亚跟伊拉克挨得比较近对吧 然后先吃这个彩色花 然后这边这个以色列这里 老是有几个这个挖土机跟这个飞熊 还有这个防空车在打我对吧 先把这个中立单位给他打掉 打掉以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房子进了啊 这里有一个茅草屋对吧 把这个房子进了 然后下面还有个淡淡色 那个淡淡色的地理位置呢 看那个卫星就看到这淡淡色的地理位置 好像是那个埃及对吧 先不管下面啊 先在下面摆个地包 然后把这个飞机场抢过来 抢过来等一下我们就有闪兵了 看看上面 这边伊拉克直接受不了了对吧 他被那个后面的伊朗给打了 被那个陈猫猫打了 陈猫猫那个位置呢 好像是伊朗啊 我们先造一个头呢 先把这个埃及带走对吧 你看这个埃及 他直接造了个空子部 出了三个漏人 这三个漏人出了这里 你想干什么 想明抢吗 我们直接过来对吧 但是这个时候呢 稍微有一点点慢了 这个是游戏速度有一点慢啊 不知道是他们的电脑不行 等一下就不卡了对吧 这个时候稍微有一点卡 我们直接把他空子部偷过来 偷过来 然后压死漏人 他的牛车过来 踩我的框来 我们就打他的牛 你看这个埃及啊 你家后面有那么多黄金框不踩 你老是惦记我家里的彩色框干什么呢 我们直接动员兵过来对吧 动员兵带着坦克冲过来啊 先把他带走 他离我比较近啊 肯定要先打 先打他 然后我们打他的时候呢 还得小心那个后面的土耳其 对吧 那个蓝色是土耳其啊 看卫星就看得到 我进攻的时候呢 我随时一直切镜头啊 看一下那个后面对吧 看一下后面那个蓝色会不会搞偷袭 你看蓝色在出牛啊 他如果搞偷袭了 我们就肥防 反正这个位置呢 离得比较近 就是来稍微有一点卡啊 等一下就不卡了 我估计的是这个淡蓝色卡对吧 广快把这个淡蓝色带走 带走了他呢 就不卡了 然后我们动员兵 继续往前面走 你看这个淡蓝色 守不住的对吧 他没框啊 他不去踩后面的框 他老是牛车到我家里吃我的框 我的框怎么吃得到 我觉得还是我们这个位置比较好 因为这个位置的框多对吧 上次我们玩的是那个沙特的位置 就是粉色那个位置 直接把埃及带走 带走了以后呢 看看下面 下面那个沙特在打两个人对吧 那个位置要面对两个人了 一个那个野门福塞武装 还有一个阿曼对吧 但是这个伊朗起来的 那个陈猫猫 那个陈猫猫伊朗他占了两个油田 而且你看上面 上面的土耳机造了个间谍对吧 造了个间谍要去偷我的重工给你偷 反正你守不住 结果呢 他那个间谍不偷我的重工 他知道自己守不住 他偷我的钱 我又没多少钱 你偷我的钱干什么呢 我直接把你的东西全部打光 然后你看下面伊朗又来偷我了 又要这个陈猫猫又偷了我的重工 这个陈猫猫感觉对我是个威胁啊 他直接造了个间谍把我重工一偷 这样他的坦克都是生意新的对吧 等一下他有可能会造光明 幻影吧 这个生意新的 等一下幻影成群 我这个犀牛坦克还是比较难整的 先把这个蓝色带走对吧 蓝色出了个飞行兵 我们广快造个防空车 造个防空车上来 先把飞行兵打下来 再出个铁幕 铁幕一定要造一个 上次我们玩的是下面的那个沙特 下面的那个沙特那个位置的油田比较多 但是他矿比较少 我觉得还是矿来钱来的快啊 你看这个地方有很多黄金矿 还有彩色矿对吧 但是这个位置的就是旁边的邻居比较多 然后上面打了个字 左上的机场原来是个摆设 不知道说什么对吧 然后粉色你看粉色是这个沙特 你看他还要面对下面两个人啊 看卫星就看得到 绿色跟小红两个人一起打他 他没守住对吧 没守住你把机器搬到我家里来干什么 你守不住你就投降啊 搬到我家里来怎么行 直接带走啊 这样沙特也没了对吧 现在这个中东呢 只剩下四个人了 一个我这个叙利亚对吧 还有那个右上角的伊朗啊 然后下面还有两个人 下面一个福塞武装跟那个阿曼对吧 他们两个人离得比较近 肯定会打起来 刚开始的他们两个人临手 临手把那个沙特带走 现在他们两个人开始决战了对吧 我们就准备打这个伊朗啊 但是他家里的有好多这个幻影啊 我听到那个幻影的声音对吧 你看听到这个山头上 听到山头上 而且这个地形的对他有利 他家里的还有这个黑幕黑起来 看又看不见 这下怎么办 冲又不好冲对吧 如果冲进去 这个地形对他有利啊 下面两个人还在打 没有分出胜负 我当时看了下这个局面呢 我感觉冲不好冲 我们就等铁幕对吧 反正他的超时攻比较慢 他想了想 这样等一下我的铁幕好了 他守不住 他就只能先打出来 因为我的铁幕还没好啊 看到没有 他抓住机会先打出来 这下怎么办 只能用牛车扛伤害了 一定要拖牛车 不拖牛车就守不住 看到没有 用牛车扛一下伤害 然后我的犀牛坦克就可以 点死他的幻影 看到没有 你冲出来 我就不怕你的啊 然后他的坦克死光了 他来一个头偷我 给你偷 直接卖掉他 反正我们不杀钱对吧 然后直接冲进来 先打掉他的超时空 先打掉他的超级武器啊 我们的铁幕好了 先不着急用 这个一挡呢 守不住了 把基地搬下去啊 搬下去没有用啊 这里有房子 先避开房子 然后他里面还有幻影 对吧 我们把队形摆好 摆好队形 套上铁幕 哎 套上铁幕 直接冲进来 点死你的幻影 把你幻影全部点完 然后再打掉你的飞机场 这样呢 这个陈黄色 基本上就守不住了啊 你这个间谍偷心 你还敢冲出来 他冲出来的主要是怕我的铁幕 对吧 他的超时空没有我快 哎 直接带走 原来是这个陈黄黄卡 这个陈黄黄一整死了以后呢 这速度马上就变快了 就是他卡 然后下面两个人呢 还没有分出胜负对吧 还没有分出胜负 我们广快过来劝个架 广快过来劝个架啊 你看小红招了个基罗夫 他们两个人呢 开局联手打那个沙特 现在两个人反目成仇了 我们再过来劝个架 让你们继续和好对吧 然后看看谁的坦克多 好像绿色的坦克多啊 绿色是阿曼 我们先打他 先把这个动员兵开到前面来对吧 动员兵扛伤害 然后冲进去 哎呀 这边小红想搞突袭 杀个回马枪 把小红的坦克吃掉 然后三个人抱在一起 左右摇摆 哎呀 我有三星坦克呀 小红出了个海军 你看到没有 出了个海军过来 先打掉这个油桶 油桶一炸 把重弓一炸 然后再打掉小红的导弹船 这样他们就守不住了 对吧 我们就可以统一中东了 这个红海这个地方呢 不知道能不能造个船厂啊 你看他是把船厂放到那个后面 对吧 这个红海的感觉放个船厂也比较好 但是这个海域比较狭小 然后先把野门扶塞武装带走 再把这个阿曼带走 对吧 你看什么的投降 铁幕给你套上 给你套上来就是告诉你可以投降了 对吧 但是这个对手呢 比较顽强 他不投降 不投降 那么我们只能带走他 所以说这个中东一块地呢 打起来还是比较刺激的 你们感兴趣 可以去玩一下这个地图 我觉得这个地图做的挺好的 对吗 你怎么样 谢谢大家